也就是說 譬如說許信朗離開了民進黨 失明的離開過民進黨 離開民進黨 但是他們並不會說 他們變成搖身一變加入國民黨 然後在這個統獨兩岸這個上面 180度的轉變 是不會的 所以當然就是說 鄭麗文他可以對民進黨 他會提出批評 我覺得這個都是無可厚非 但是你2002年你離開民進黨 你可以加入台聯 如果說從意識形態上來講 或說路線來講 如果你是真的 很相信你當初所講的 這個本土論述 很相信你講的 這個台灣建國的這一套 這一套脈絡 這一套史觀的話 你應該可以去加入台聯 你應該可以去加入建國黨 不然現在你也可以 加入台灣激進黨也可以 但是在我看來 你加入國民黨 這個是 這不是一個加入 不是一個加入黨派的問題 而是你是把整個自己的人生觀 徹底的改變 那這樣的改變 我也只能夠說 這滄海商田 對 滄海商田 你有沒有覺得被他騙 我一生中被騙過很多次 所以這是其中一次而已 當時他不是騙你 當時他是真誠的 對 他真誠的勸你加入 也是真誠的 只是那後來價值改變 所以這個價值改變 有可能是真的改變 有可能是因為現實的政治而改變 怎麼樣對他來講 才會有比較大的政治利益 所以我是覺得當時年輕的鄭麗文 我覺得我是相信他那時候是真誠的 搖良文傑的 他說是民進黨變 不是他變 其實是他變 不是民進黨變 但是文傑 那個時候你們那個政治的 對談的那個勝地 就是台大對面的麥當勞 對不對 太子淵你在麥當勞 對對對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大家就是下課 就會都會去那邊談事情 一對一 我記得那個時候好像是三個人吧 三個人 另外還有一個人是誰 另外一個人現在已經沒有 沒有在這個圈子 沒有在這個圈子 所以他算是他跟你的這個交談 後來你有加入外讀會嗎 我沒有加入他所領導的社團 我加入了另外一個社團 但是我還是對他相當尊敬的 對 在那個時候 對 後來他就選舉這個 因為他其實出道很快 那個時候加入民進黨的年輕世代 才比較會被提拔選舉 所以他這個蘇貞昌 這個把他手這個拉起來 就蘇貞昌說 我當時把你的手拉起來動算 感覺很丟臉這句話講 那就是他第一次選這個任務型國代 對不對 我覺得對蘇貞昌那一輩的人來講 就是說創黨那一輩 他們民進黨對他們來說是一個 你要做這個事情你是有可能 這個坐牢 對或是槍斃的事情 所以對他們來說 現代的年輕人可能不了解 就是覺得說加入政黨或推出政黨 是一個很輕鬆自在的事情 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那一代的人不是這麼想 那一代的人是我 拋頭盧灑熱血身邊的是同志 同志然後那種情緒那種感覺是很強烈 所以他們對於叛徒 或是被人家背叛這種感覺是很強烈 這是年輕人不能體會 所以他對那個鄭麗文 當時的心情上是這樣 因為鄭麗文說他會投降 對然後蔡英文也會投降 所以他就想起了過去幫他這個助選的拉他手的那個場景 感覺到丟臉 可是鄭麗文居然說小恩小怨他不記得了 那鄭麗文呢 投入了國民黨的這個過程呢 是旋轉的很快 因為剛剛智傑說他退黨 他自己不堅持說他是被開除 他說他是退黨 而且當時他離開民進黨的時候 他還在臺大的復原的復中下面去靜坐抗議 對不對 而且他說三年 三年 他說以後都不會加入其他黨 不會加入別的政黨 結果三年就加入國民黨 而且加入的國民黨也就罷了 他加入的是連戰集團 這個聯系 這個連戰這個 在很多的民進黨或說臺灣派的眼睛當中 其實就是那個這個沒有為臺灣人著想 因為他們就是這個統治階級 對不對 那我現場真的要問葉元之樂 這個畫面你看了第一眼的時候 有做何感想 這一張 左邊那張 兩張 這周圍好像比較有經驗 他比較有研究這方面的圖片 我比較沒有 你不用逃避 兩千零五年 你知道我跟在內文這些人 其實都很熟 當時我們在統一個這個電臺 可是這張照片我一直沒有注意到 我是前幾天大家翻出來的時候才看到 我真的覺得好吃驚 覺得不可思議 怎麼會這個樣子 你們國民黨的文化是居然 應該當時他們兩個人都是在國民黨裡服務 是不是 然後連主席的壽宴 有黨內的黨工喔 女性的黨工 穿著這樣兔女郎的衣服 穿網襪 然後在主席的前面在那裡搔手弄姿 這個 當時沒有人抗議嗎 你們的黨是靠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因為這個樣子 鄭麗文就做了連戰的不分區立委 做了連戰推薦的行政院發言人 又做了這一次連戰推薦 強迫朱立倫提名的不分區立委 他的一輩子靠的不是跟梁文傑說的 那個臺灣建國 靠的是這張腿嗎 沒有啦 蔻姐 我覺得這應該是兩件事 他後來在國民黨發展好 應該跟這張照片沒有關係 他這可能只是一個炒氣憤的活動 那鄭麗文被國民黨重用 當然是因為他比如他口才 思路都很清楚嘛 那也算是一個戰將 那現在在國民黨黨內被稱為是女戰神 應該是在這部分被大家重用 我覺得跟這個炒氣憤的這個 這個過程應該是沒什麼關係 那那這兩天大家一直講說 你們不覺得很羞恥嗎 你不覺得很羞恥嗎 他們覺得是棄案投名 因為當然我以我們的角度來講的話 不管他以前做過什麼黨 他只要認同我們 然後願意加入我們 我們當然都歡迎 就像國民黨有一些人是離開了 也加入民進黨 民進黨也是不會去排斥他們 這個來來去去的過程 那至於說 鄭麗文以前他是主張過台獨建國 那他自己昨天也有承認 他說他都有啊 可是他說後來他發現說 民進黨主張的台獨建國是假的 他說什麼好像 那所以他比較真嗎 那他他的講法是這樣 他應該去加入基進黨 或建國黨 他覺得他當初去聲援黃華的什麼台獨案 然後民進黨跟他說 你不要惹麻煩 不要去聲援 然後包括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國論 然後民進黨還派蕭美群去跟AIT說 民進黨不會跟進 不會造進之類的 就是說他就覺得民進黨講台獨建國是假的 所以他就很失望 那就文傑說 那他應該去玩真的才對 他怎麼跟著你們去了呢 那對 那因為他可能認同一個比較務實的路線 那像國民黨 其實國民黨 我覺得國民黨也沒有說一定要統 國民黨因為現在根本沒有統的條件 那國民黨現在是比較務實 就是兩岸處於一個比較和平的狀態 然後用一個比較模糊的方式去相處 他可能比較認同我們務實的路線 所以就加入我們 你講話小心一點 對面有個汪浩在 你講每一句話都會被他那個吐槽回來 因為我真的很難去揣摩他的心境 可是我覺得康姐 我覺得還是要回到我們 為什麼會討論這件事情 應該是說那蘇貞昌罵他不見笑 你不見笑 然後然後我們才會討論這件事情 那回到問題的本質 我還是覺得蘇貞昌也是可以道歉 那當然如果黃傑認為 鄭立文罵他政治垃圾 他不舒服 黃傑也有資格要求鄭立文跟他道歉 可是鄭立文也有資格要求 蘇貞昌跟他道歉 因為蘇貞昌確實就是你不見笑 而且他說令 令就是你們的意思 他搞不好連我都罵進去 那所以我也可以叫他跟我道歉 因為每個人小就不是什麼好話 每個人小以前很多人 比如說我現在罵鄭立文 每個人小他搞不好告我 法院還判我賠他錢 所以這本來就是不是好話 這個就人跟人之間的層次來講 確實我覺得蘇貞昌是應該要道歉的 那再來就是放大到行政院長 跟立委的互動 在質詢臺上 一個行政院長這樣反質詢 然後這樣罵人 不管不管前面立委諮詢什麼 沒有好好去回答問題 然後這樣子反而罵人家 別人跟你講 這也不對 我覺得回到事情本質 蘇貞昌還是必須要檢討一下 好啦 那你講完了 我們來回顧一下 這個你們國民黨沒有統一嗎 你們朱立倫回那個習近平的那個 當選的那個賀涵裡面 跟他一起唱賀 為國家謀統一不是嗎 全部都在一起 小火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